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往下看 他的眉头皱得越深 脸上的愤怒和失望也越发明显 不一会 毛主席获得站起身来 手指用力点了点桌面 指着信怒道 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了 很快 毛主席就对信地做了批示 撤职 开除党籍 共产党不需要这样的干部 这究竟是一封怎样的信 竟会让一向宽和的毛主席如此怒不可遏 而且信的又是谁 革命军功给毛主席继续信件的 正是新中国的开国功臣比比代基因 他早在1927年便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式成为一名共和国的革命战士 代基因革命思想先进 才能出众 很快就被党派到了家乡湖北黄安县参与农民起义 那时的国民党正在大力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黄安县和麻城县的共产党员组织农民自卫军顽强抵抗 但这些党员革命经验不足 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直到中央在两线建立了中共县委 派服向一 潘中如等人领导 此时的代基因也在领导班子里面 通过他们和组织里各方的努力 自卫军的力量逐渐稳定下来 1927年11月 3万多名自卫军和武装群众在潘中如和戴克敏的领导下 响应党的八七会议里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号召 夺取黄安县 打响了当地共产党对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这次战斗仅用了一天就取得胜利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马起义 当时的代基因担任七里区农民起义军的总指挥 也是这场重要战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支起义队伍后来被组建成了新的第七军 代基因在里面继续当领导 不久后 国民党军队打了回来 起义军当时力量还不足 被迫退出了黄安县 代基因和其他领导人带领部队在周边建立了厄狱边根据地 开启了游击战斗 继续对抗国民党 在此期间 他从担任共产党在黄马县的县委书记 到被任命为二五军七四市的政委 后又担任二五军参谋长 省委委员等职位 在领导根据地斗争时 代基因不怕艰苦 一边抗敌一边组织群众参加土地革命 他积极和周围群众宣传共产党 为我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很多贡献 当时的郭家河和潘家河的两场战斗里 代基因就是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郭家河战斗发生在1933年3月 国民党正在周边地区进行清剿行动 两个团的兵力刚到郭家村聚首 代基因和吴焕仙等人带领的二五军就在周围 他们得知后决定趁国民党军是新来的 对地方还没完全熟悉 根基也还没稳定 来个突袭 先将他们歼灭 结果不出所料 半天时间 二五军就以仅30人的伤亡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被击毙100多人 被俘2000多人 我军收获了九门大炮 100多匹战马2000多支枪 紧随其后的第二个月 潘家河战斗便打响了 此时的二五军正在郭家河附近 准备进攻罗申县的卡房 这时国民党指挥官决定用四个式的兵力 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二五军 企图歼灭二五军 代基因和吴焕先收到情报后 当即做下了决策 放弃进攻卡房 趁东西两面的敌军还没包围过来时 其中我军兵力 先迅速歼灭冒险快进的敌军第13师又纵队 战斗开始时 我军以部分兵力先扬攻击公寨 另一部分兵力占领黄石炎制高点 把部分敌军歼灭在稻水河东岸 接着用两个式的兵力攻击潘家河增援的敌军 逼他们回头 后再次猛烈进攻击公寨 这时的敌军 以为是遇到红军主力要渡潘家河了 于是赶紧率领剩下的部队 掉头离开了潘家河 这次的胜利 我军打的国民党军不敢前来侧应 让国民党想包围并歼灭二五军的计划 宣告破灭 这些战斗的胜利 让戴基因成了名将 二五军也因此迅速扩大 但这时有些领导就有些飘了 竞缩出了强攻七里平的决定 要知道 七里平可是国民党的军事要阵 敌军人数众多 武器充足且防线很牢固 那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 我军在战斗中损失很大 而后很快国民党又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刚损失不少兵力的二五军与敌军力量悬殊 因此受到了重创 这次的失败 我军部分领导人最后把责任归于军队内部存在敌人 存在思想不正确分子 从而导致军心不齐 所以这些领导提出了 要在根据地内开展肃清内部敌人的肃反运动 戴基因成为了肃反运动的支持者和执行领导 也是那时开始 他性格上的自大和固执慢慢显露出来 思想也越来越偏执 肃反运动当肃反运动在二五军展开后 一时间党内到处都是反动分子 甚至出现前方在积极打仗 后方戴基因正带着人积极肃反的现象 他把很多在工作中存在不同意见 或出身富裕家庭的党员和干部 都当成了反革命分子给抓了起来 把这些他们脑子里异想的敌人 都给混乱的一刀切了 其中有不少干部 都是在没有真实证据的情况下 被他们用逼供等手段定罪 而后杀害了 据后来统计 二五军在经过肃反后 仅剩下六千多人 那些被杀的人里有很多优秀的干部 可他们却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 而是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后来的人们再回想起这场灾难时 都会莫如生 有一次 戴基因把一个团的政委 参谋长等49名党员干部都捆绑起来 扔进屋子里不让人靠近 而他则带着人 对那些干部言行拷打 逼供 非要他们说出口供 承认是反动分子 那些党员干部坚决不说 戴基因去还坚持自己的想法 也不去详细调查 最终他一意孤行地认为 这些人都该清理掉 在逼迫他们得出了口供后 他就让人把这49个党员干部都杀光了 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 冤杀错杀不断在二五军里出现 这让军里的党员干部 不仅要受到了战斗伤亡的威胁 还要饱受自己人的怀疑和摧残 那时的二五军到处人心惶惶 后来中央红军主力北上 戴基因决定带领二五军主力西夷 以侧应北上中央主力军 这期间他大胆挺进 捣乱敌军后方 特别在到达回民区时 他为我军做了很多工作 不得不说他对地方作战还是很有方法的 他尊重当地习俗 消除当地群众的顾虑 同时宣传共产党救国的思想 让我军受到了当地回民的欢迎 这些工作带来的成果 也让后来到达的中央领导 对他给予了很大的称赞 以至于戴基因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都没有错 在进入陕北与刘志丹的 二十六二七军会合后 在那里 戴基因继续搞起了他的肃反事业 而他这次的肃反 矛头竟然对准了刘志丹 陕北领导里有些领导 与刘志丹争见不合 污蔑刘志丹与国民党部队秘密勾结 说他是反革命 戴基因当时任职保卫队长 还没搞清楚状况 他就决定先把红二六军营 以上的干部关起来 而后他再秘密写信给团保卫部 让他们把刘志丹抓起来 刘志丹在半路刚好碰到了 传信的士兵 看完信了解情况的他 为了党的团结 没有离开 还是决定回到了部队 可刚回到部队 他就被抓了起来 由戴基因亲自审讯 刘志丹在审讯时坚持原则 没有承认罪行 戴基因多次用刑逼供 还把刘志丹的妻子和年仅五岁的孩子 都抓进了劳改队 很快 戴基因他们就给刘志丹定了罪状 把刘志丹吸纳国民党中 一些爱国分子说成了投降主义 把刘志丹给富农生路 说成了富农路线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当时党中央的思想 刘志丹只是正确执行而已 可是戴基因他们没有正确理解中央的指示 不讲究事实 暴力执法 全凭自己的异想 去给党员干部定罪 这种捏造事实 因为追求攻击的行为引起了26 二七军的不满和怀疑 很快军内便爆发了冲突 当地群众听说 这些革命领导人是反革命 简直不敢置信 害怕带错了队伍 开始纷纷出逃 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趁机出来捣乱 当地红军迎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根据地也就此出现了严重的缩水 直到中央红军到达了根据地 某主席在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下令停止抓人 让中央保卫局人员接管了戴基因的工作 最终经过中央调查员的仔细审核 发现刘志丹的罪名 大多都是戴基因他们逼供出来的假口供 还有一些是反动分子 蓄意谋害的假证据 最终结果 刘志丹被放了出来 并恢复了职务和工作 就这件事 中央领导严厉批评了 疯狂搞肃反的戴基因等人 但戴基因还不服 借口为自己辩解 领导怒批他们是疯狂病 言辞训斥 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了职务 这是戴基因革命生涯里的大错误 如果他当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那以他的军功 建国后应该能进入中央工作 可惜戴基因并没有 坎坷命运戴基因在诉反错误后 虽然遭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但他的军事技能还是强悍的 是以仍留在了部队继续战斗 1937年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戴基因担任第四支队的副司令员 他发展壮大队伍 积极推动部队向晚东晚中挺进 深入敌后 有策略的打游击 带领第四支队多次重创敌军 期间他指挥的半塔保卫战取得胜利 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 其后的解放战斗中 他担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 著名的中原突围里 他就是指挥领导之一 戴基因的战绩可以说是很显赫的 对此 他也很自信 而且解放前 他在军队里的领导位置 也的确在一步步上升 但对于之前肃反的错误 他却没有很重视 甚至都让他抛之脑后了 他只记得了自己的军功 觉得自己会越来越靠近中央 但事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了 戴基因被任命为沈常委兼开封市委书籍 对于这个职位 中央是综合考虑了他的军功 和他之前的错误思想而定下来的 但他对此很不满意 他认为自己在解放战斗中 一直是军中的重要领导 解放后应该分到更重要的岗位 起码得是审委书籍 戴基因并没有反思 自己这种过分看重权势的思想 是不是适合更高的职位 他自认为是解放事业的大功臣 却没想到很多跟他一样优秀的功臣 都已经默默接受党的安排 继续为新中国做贡献了 带着不满进行工作的戴基因 多次公开与审委干部闹矛盾 并进行言论攻击 审委对他提出了重肯的劝解 他却听不进去 在他思想里 这些审委就是教条主义 是对他的刻意打压 怀着这个偏执的思想 戴基因决定越过审委 直接写信给身处中央的毛主席 文章开头毛主席手里 拿着的那封信便是戴基因写的 他在信中用语言攻击审委 发泄他对领导的不满 质疑他们的决定 还在信里强调自己的战功 而对于自己的错误思想 是一点都没有提到 反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欢迎订阅收藏不迷路